眼前的人手持武器疯狂挥砍的拳击弹 可不是在发现愤怒的情绪 而是在测试武器的锋利程度 谁的武器厉害就能获得1万美金 欢迎来到美国最大型的真人比赛 端刀大赛第4季第2集 大家好,我是安哥 参赛选手要根据裁判给出题目 打造出相当的武器 然后完成各式各样的考核 冠军不仅可以收获荣誉 还有1万美金的奖励 评委二帅老白乐哥已经严阵以待 大帅最近事比较多 本集没有到场 参赛选手排队入场 史蒂夫、莱森、老尼克、韦德 节目组准备了3个挑战 来测试他们的断刀功力 每回合结束 评委组会根据他们的综合表现淘汰一人 裁判为选手们准备了高尔夫球用具 这可不是要带他们去球场娱乐的 而是断刀的钢材来源 为了增添比赛的乐趣 特意给美人准备了一个高尔夫球大的轴承光珠 选手们要利用这些东西 打造一把风格独特的刀具 10分钟设计3小时锻造正式开始 维德设计一把战门露营刀 准备用高尔夫球杆头来锻造 将轴承滚珠夹在中间 莱森准备打造一把暴力猎刀 然后将高尔夫球杆的杆身拍平进行锻造 史蒂夫搅尽掌尽 想把高尔夫球杆头和滚珠结合在一起 打造一把露营刀并拥有很宽的刀腹 老尼克将所有钢材用舌头舔了一遍 靠味道分辨哪一种是高碳钢 适合打造他的萨克逊瓦刀 设计只是考量选手的思路 接下来的锻造才是真正考验他们的功底 维德最先把滚珠放进锻造炉中加热到一定程度 然后用电力锤打扁 步骤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温度达到1500度即可顺利完成 老尼克的杆头和滚珠也需要加热后叠加在一起 敲屏后断出刀的样子 史蒂夫计划用一小时做好钢坯 而他的身份比较有意思 自称灵媒刀匠 灵媒相当于大心 能看见前世 希望他这神奇的身份能让他锻造事半功倍 莱森无需加热球根 因为材质很薄 敲屏之后焊接在一起就可以加热成钢坯 一小时过后 选手们的钢材已经处理好 进入锤打阶段 老尼克已经把钢材从钉状变成刀状 打造的个程虽然艰辛 也同样充满乐趣 能够心无旁贷 做好一件事也是一种享受 莱森的钢材已经拉长 看起来颜色很均匀 只是钢材分量不足 打造出的刀会很薄 维德打造进行的并不顺利 刀身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宽度 每个刀匠都会遇到各种困难 解决办法有很多 维德立即决定用高碳钢打造把手 毕竟刀柄只要结实就好 不必过于在意什么材料 史蒂夫把所用的钢材焊接在一起 顺利的敲出形状 而他在敲打的时候 焊接尾部分离 如果第一次没有焊接好 之后重启多少次都等于徒劳 只好切掉边缘重新设计 选手们克服各种困难 终于到了脆火环节 老尼克在刀柄处打了个洞 方便以后安装刀根的握片 这个段位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这个技能 维德脆火后 发现两种材料结合处相对较薄 能否扛得住坎多侧验 自己也没有信心 史蒂夫选用古老的喷枪加热 随后发现刀尖处有脱械 这种情况使用时可能会导致分离 莱斯恩刀有些弯曲 由于时间所剩无几 所以冷打处理 结果他的刀尖折断 最后十分钟时间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修补 临时焊接后勉强完成作业 能否晋级只能交给命运了 三个小时很快接近闻声 场中响起裁判倒计时的声音 选手们别有选择 等待接受检测 老尼克最先出场 焊接打造的不错 只有曲线有些小歪 他的刀柄上有三个握片洞孔 看样子已经为第二回合做好了准备 史蒂夫的刀焊接很好 而且很厚重 而刀身的拖鞋不可忽视 莱森的钢材太少 直接导致刀身很薄 加之刀尖断裂更是雪上加霜 维德的刀柄使用低碳钢的方法 得到评委的肯定 只是连接处相对薄弱 如果砍舵时断裂 就是惨败的结局 这一回合 选手们的刀只能算是半成品 每把武器都存在瑕疵 评委们要仔细辨别挑出最优进入下一回合 毫无意外 莱森失去了比赛资格 因为刀尖断了 刀身太薄 不能保证安全 莱森只能交出自己的武器 离开工作坊 都说失败是成功的妈 希望这次的经历 为他的断刀之路添砖加瓦 马上进入第二回合 选手们要用现有的材料 结合高尔夫球代理的东西安装刀柄 进而完善评委提出的问题 将不完美的刀 变成坚无不摧的武器 改造同样有三个小时 结束后 进行砍木头和切火腿测验 采派的一生即时开始 选手们立即奔赴战场 维德没有在球袋里找到有用的东西 一小块铝得到了他青睐 可以用来当刀饼干的结板 然后用稍后的木板 包裹住脆弱的刀根 还用树脂填满所有缝隙 尽量避免刀身折断的可能 史蒂夫选择了材质脚硬的胶木 制作刀柄 三根铜条加以固定 加之一根来自球杆握把 他的重点放在拖鞋的刀身 而除了打磨 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老尼克的设计和史蒂夫相似 他的优势在于 刀柄上的三个孔 让他事半功倍 刀柄设计简单 没有太多的花哨 目测手感应该不错 时间在忙碌中显得异常短暂 裁判喊停的声音响起 新轮的比拼开始 二帅负责用他们的刀 砍木头检测强度 史蒂夫最先出战 十次过后 刀刃没有受损 而握把很难掌控 使用时需要不断调整 老尼克的刀扛下所有重击 顺利过关 刀型完美 刀刃没有任何受损 握把的孔丁很好 防止滑动 维德刀在坎多十次后 刀柄处的木材还出现了裂痕 硬化钢的连接处已经断裂 为了保证安全 二帅决定不再测试他的刀 维德只能遗憾退场 恭喜朗尼克和史蒂夫成功进入决赛 距离一万美金又进了一步 随后二人要用五天的时间 打造出一把历史上具有代表性刀刃 裁判揭开桌上的红布 露出本集神秘武器 鹿角双刀 鹿角双刀是独特的双人武器 被当成肢体的延伸来克服敌人 这种刀子是十九世纪武术八卦掌专用 很容易藏在传统中国服装里 这种厉害的双刀灵动轻巧 让敌人难以预料 鹿角双刀出现在电影《卧物藏龙》中 可见这种武器的英姿 本次打造要求 必须合乎实际可使用的武器 每把刀必须有双重半月形 与中央的把守 朝前的刀尖必须锋利 随后两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坊 谁的环境可以让他们安心投入打造 老尼克从未见过这种长相怪的武器 非常仔细的计划一番 随后用大马尸格钢进行锻造 几层钢板叠加在一起 断结成一块钢坯 先做出最简单的半月形 史蒂夫擅长打造直线武器 鹿角双刀的曲线让他倍感头痛 详细计划必不可少 然后用整块钢将中间分隔 做出前端的刀尖 第二天老尼克生病了 不断的咳嗽 但是他坚持为打造好的半月形做了热处理 摧毁之后用错刀检测一下 一次天史蒂夫也做好了刀的基本形状 摧毁后很坚硬 没有任何变形 打磨的时候却发现一个刀刃有裂痕 并且贯穿两端 无法修补 想验证一下这样的刀能否过关 结果一木棍轮现去 刀彻底碎了 老尼克除了病情加重 整个打造过程很顺利 安装把手 打磨刀锋 做出了完美的武器 史蒂夫除了重新开始别无选择 只剩下一天的时间 不能再有任何变数 时间净正的流逝 五天很快过去 两人带着自己的武器回到比赛现场 勒格负责检测武器的锋利度 史蒂夫的刀在他的手上 疯狂的砍向动入尸体 刀刃锋利 完整的尸体转瞬间面目全非 老尼克的刀也很锐利 切入很深 把手两边的握片使用时很顺畅 接下来是锋利度测试 史蒂夫的刀在勒格手上 疯狂挥舞 砍向插有两根木棍的拳击弹 虽然他的刀是敢攻打造 但威力却很强 尖端很锐利 而且刺触时的角度与拉出时的切割都很顺畅 最后的强敌测试由老白负责 首先固定好武器 用机器操控木棍 狠杂刀刃 史蒂夫的武器已经断过一次 现在倍感压力山大 而这次他刀扛住了老白的重击 老尼克的刀很猛 居然将木棍砍断 刀锋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综合以上表现我们都已经猜到 史蒂夫没有赢得比赛 除了表现略差 由于时间紧迫 握片也没有粘紧 明显的空隙和错痕很粗糙 虽然没有成为冠军 但他的刀加以强化后 绝对是一把外形完美 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这局只能说他属于意外 老尼克的经验和稳定的技术 让他摘得冠军头衔 一万美金 自然也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以上就是断大赛第四季第二季的内容 本集决赛断刀武器 鹿角双刀也叫子舞鸳鸳月 子舞鸳鸳月是八卦掌门派的独特武器 是短兵器 演练起来千变万化 具有强身剑体 滋味防身的价值 子舞鸳鸳月是内家独门兵器 单人使用可同时对战两到三人 由清代八卦门宗师 狂热的武器发明家 董海川所创 此武器双跃互报 形似阴阳鱼 又分子舞 一雄一雌 演练时开河交织 不寄不离 酷死鸳鸯 顾名子舞鸳鸳月 一名日月乾坤 鹿角刀子舞鸳鸳月 在电影沃河桑龙师傅中出现过 可见此武器在古代时期影响深远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